歡迎收看 《新星星》 我是童鴻康 歡迎收看 今年夏天氣溫 越來越高 真的 然後呢 台電也緊張了 因為用電量越來越高 對 那夏天很熱怎麼辦呢 不想開冷氣 因為電費太貴 那他一定去玩水 對 那每一年暑假 這個常常會出一些 不好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對於水這個東西 過於釣以清新 或者認為自己水性很好 甚至於環境的不了解 就任意下去玩 這都會造成一些溺水事件 那今天我們要來談一談 要怎麼玩水比較安全 也給各位提醒一下 這個玩水 雖然是很清涼 很快樂 但是一些潛在的危險 來 俊耀哥 你好 潛水遇到凶罩還要下手 是 好 這三個人呢 都是有這個潛水執照的 楊子儀 注意聽 好 我在聽了... 那而且都已經將近二十年了 是 所以有一個五十幾歲的 四十幾歲的 都將近五十歲左右的 那他們的相約就是夜潛 喜歡夜潛 是 所以到了我們那個呢 這個鼻頭漁港的外海 他們相約要前面潛的時候呢 開車就要開到 開到那邊的路上 開到路上呢 拋錨了 奇怪 怎麼突然間熄火 然後大家下車來看一看 什麼東西都摸摸 吸摸摸 怎麼會這樣 發還是發不動 尿個尿好了 對不對 結果呢 上車發動了 繼續開 開開 快到了 又熄火了 洗兩次了 洗兩次了 那洗兩次的時候 其中一個年紀比較輕的 就說 這個... 怪怪 我們就不要下去了 但是那個五十八歲的呢 這個創什麼 我五十幾年了 我這個 看太多了 車要保養好 平常車子要保養好 這不是... 你們如果相信他的話呢 那你們就不要錢 我就下去就好了 但是... 三個人 因為潛水一定要有錢半嘛 一定要半 那三個人就... 下去了 九點多 九點多下去 九點多下去的時候呢 那其中有一個年紀比較輕的 他說我上一次在這邊 掉了他的那個千塊 所以他去找 他是有目的來的 找到千塊呢 然後就跟他們玩一玩 他說我要先上去了 他自己覺得身體不太舒服 那這...是不是剩下兩個人 兩個人呢 又繼續潛 潛的時候呢 潛到呢 另外... 比較年輕的這一個 他就說 我的氣瓶也快沒有了 所以說 我要先上去了 我們就一起上去吧 通常就應該是兩個人 就要一起上來 對啊 但是那個比較年長的說 那你就先上去吧 我繼續在... 因為他看一下他的氣瓶 是還...還OK的 是 就上來了 那個就上來 那你就在那邊潛 我們就大概... 上岸呢 我們應該就會... 反正你經驗老到 結果上來之後呢 兩個人就聊天 哎呀 小陳啊怎麼樣 就開始聊起來了 聊起來之後呢 九點多前 十點多 再繼續聊 奇怪 十一點多了耶 他怎麼還沒上來 一支氣瓶大概前一個小時 最多了 最多嘛對不對 兩個才緊張了 緊張之後呢 趕快跳下去看 結果就... 找...遠遠看到 他的潛水燈還亮著 嗯... 一看他已經被漁網呢 纏住 纏住了 他們也沒有氣瓶 十公尺 他們也沒辦法下去 也沒有潛水刀 趕快跑 是... 求救 求救回來之後呢 已經來不及了 他那個時候呢 整個人是倒災衝的 是 倒災衝的時候呢 他的身上我們有B7 二機頭什麼東西 他那個已經脫落了 所以也就是說 他的研判就是說 因為呢 他被漁網困住的時候 漁網是流翅網 通常我們山海裡之類 是不能用流翅網的 可是那個流翅網還滿新的 所以表示可能是一些漁民 故意丟在那邊的 OK 掉在那邊呢 把他纏住了 但是他很掙扎 越掙扎呢 他就會越緊 如果說他今天有潛水道的話 因為潛水道你知道 他有一面是有鋸齒狀的 是可以把他 把這個漁網把它割開的 可是他沒有 沒有的時候 在掙扎的過程裡面 他的那個 所以當他已經 就死了嘛 死了之後 他看到他的氣瓶 他的氣瓶是還有氣的 還有氣 可是呢 好像明明中就是 一定要讓他掛這樣子 是 所以車子拋馬兩次了 你還是不信邪 一定要下去 所以他下去之後 他連潛水道也沒有 是 所以氣瓶脫落了 對 掛了 這個潛水的時候真的 不管你潛了幾年 都還是要戰戰兢兢的 因為畢竟海裡面 不是我們人類的那個 正常應該在的地方 是 像很多有的時候 我看一些人 他們就可能潛水潛久了 就開始覺得說 我穿幾年 我跟你講 出事的都是穿幾年 對 所以前幾年在墾丁 潛水教練 教練 他自己也是 自己去夜潛 自己去夜潛 就掛了嘛 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就下水之前 最重要的水域你熟不熟悉 不熟悉就要找熟悉的人 然後不要掉以潛心 是最重要的 好 那楊子儀 完水一定要有伴 我這次去塞飯島也是 我去潛藍洞 然後我那個時候 就問一下我的島潛說 這邊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他原本不太想講 然後最後我就一直問 他就跟我說 才沒有多久 有一個日本人 在這個地方潛 但是他已經在當地 他住在塞飯島 大概已經為了潛 潛塞飯島的地獄 已經大概待了一年 就是因為他很熟悉 他也是一個人去潛 他完全不要潛伴 然後就下去拍照 可是他有帶刀 他有帶錢的刀 可是有一次他就是自己下去 然後也是要去拍照 然後沒有上來 那他們那一家旅遊公司 就下去找 找了以後 最奇妙的是 因為那個地方最多 最深野到40米而已 而且那個地方是沙地 他幾乎是沒有水草的 可是他在裡面 他是被水草纏住 他的氧氣用完了 他是水草纏住 那個教練跟我講的時候 他說纏到這個地方 已經幾乎快集息了 然後他在那邊氧氣耗盡 而且他刀拿出來 可是完全用不上 對 就是水裡面 一般那個河裡面 有暗流 對 有漩渦 還有洋流 而且這個人 在那個海流裡面來講 真的是毫無抵抗能力 而且你看不出來洋流 你看還好 其實它裡面已經 非常的非常的那個 洶湧 所以說不要以為自己很厲害 對於遇到大自然 我們面對大自然 其實人類是很狹窄 好不好 謝老師 請問一下 一宗看起來像是 他殺的溺斃案 其實是有引擎的是吧 這個案子是這樣的 是 就在88年的時候 在那個石甸的溪流 是 你到過石甸去玩過 是 大概石甸溪流 有很多的一些溪流 結果有一個釣魚的人 在那邊釣魚 結果就看到 水裡面有一個東西 載浮載沉 來了 可是那仔細一看呢 上面浮起來的是一個人的頭 然後呢 有用那個魚網呢 把他身體呢 纏起來 鐵網 不是魚網 它是鐵網身體纏住 纏住以後呢 覺得不對啊 這是人啊 趕快就跟警方報案 後來警察來了 就整個那幾個人合力呢 就把這個鐵網呢 這個拉下來 發現裡面 有一個爸爸 還有一個小孩 兩歲的小孩 纏在裡面 結果呢 後來這個案子就是一個命案 不管是自殺他殺呢 然後趕快就請檢察官的驗屍 結果檢察官一驗的時候呢 發現了 頸部有勒痕 哪有 那個肺裡面呢 經過解剖以後 肺裡面沒有水 胃裡面也沒有水 這怪了 死後落水 對 然後呢那個鐵網裡面呢 有用米袋 裝了石頭 總共一蹭你 八十幾公斤的石頭呢 那明明就是要放在鐵網裡面 讓你永遠就浮不起來 可是人的浮力有時候是滿大的 甚至於曾經以前有一部機車啊 用人綁住機車 他還是浮起來了 所以人如果說腐敗以後 那個浮力是相當大的 後來這個案子剛開始呢 警方也認為說 這一定是他殺的 剛開始身分不知道 後來呢 把相關的特徵公佈以後呢 就有人來指認了 有一個女孩子來指認 他說這個人我認識 這個應該是他的同居人 結果一查的時候呢 然後那個小孩呢 是他們一起生的小孩 生的小孩 然後最主要呢 是後來呢 經過再一步的檢驗的時候 發現 在那個鐵網裡面 有一個那個老五錢 結果發現呢 他那個鐵網綁的痕跡 請問呢 如果說 如果說他殺的時候 綁那個鐵網 因為鐵網是把屍體 這個大人跟小孩捆綁起來 捆綁把它纏繞起來 那他也要把它綁 不然他會鬆開啊 結果發現綁的痕跡呢 是在裡面 綁的痕跡呢 那個綁呢 因為我們一般如果說 你把它滾綁在外面綁 而且那個老五錢呢 是吊在裡面 是 老五錢一般呢 是在外面 然後呢他的車子 這個呢 石澤因為身份後來確認 他的車子裡面一打開以後 發現呢 他身上呢 有用電線綁起來 結果車上呢 也有一樣的電線 而且呢還有那個米袋 就是米袋是裝石頭 那側上也有一樣的米袋 後來一查出來以後呢 發現 最主要呢這個案子 當時呢 我的老師李昌玉博士 也在國內 剛好他呢 到國內來 所以呢也請他看了一下 他說 這個身上沒有一些掙扎的跡象 也沒有什麼外傷 而且最主要呢 經過見識的結果 他那個綁的痕跡在裡面之外呢 而且那個老五錢 他綁的那個那個 從裡面綁的那個痕跡呢 就是那一把老五錢撿的撿痕 而且最重要呢 是他也跟那個同居人 就是指認的那個女孩子 他有講呢 他最近呢 因為債務的問題等等 所以呢他想要親身 他有透露親身的念頭 而且他在這個死亡之前 他有投保了將近一千萬 所以呢檢察官一查呢 這個是不是有沒有 想要固步呢 就踏殺的跡象 你看這樣綁起來 所有的人都認為是踏殺 然後呢 他緊握那個勒痕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呢他那個鐵網的邊緣 鐵網的邊緣 剛好就卡住他的頭部的地方 結果呢 他那個隨後來 在他的肺的那個肺 肺的那個切片裡面 找到了河裡面的細藻 就河裡面一般會有一些 他還是有吸下去 對 他還是有吸進去 所以下去的時候 是活的 我們稱為生前落生 所以這個案子到最後呢 覺得 他是要固步 人家一般是固步自殺的 他固步踏殺的 這樣的跡象 讓人家覺得 所有的人都覺得 他是踏殺的案件 但是呢 背後有沒有要 炸零保險金的意圖 那檢察官也在查這個案子 是 那今天我們有請到一個救護教官 你好 施小姐 匯分 這個其實我們常常看 就是我們有時候看一些 就是從小到大 看人家在河邊出事 其實以一個外行人來看 就河面很平靜 感覺水也不是很深 可是這種地方好像 常常容易出事 對 因為你在海上溺水的時候 其實你目標是滿清楚的 可是當浚溝河流 你看它很平靜 你覺得它不深 可是它隱藏的暗流漩渦是很多的 是 對 像我就曾經在搜救的過程 這個水它是很平靜的 它只是很平和的流 可是當我裝備好下水的時候 我竟然 看似平常的溪流 藏著什麼驚悚的危機呢 看似平常的溪流 藏著什麼驚悚的危機呢 裝備好下水的時候 對 真的要告訴大家 真的不要亂丟垃圾 然後呢 河流裡面有很多的青苔 建議大家就是 民眾可以買得到的防滑鞋 可以穿 那為什麼會造成很多的溺斃事件 因為青苔你下去你就滑了 滑倒之後呢 你頭可能就 撞擊 撞擊 撞擊之後你就昏了 所以就溺斃 對 所以不要輕忽 河流跟郡溝 你覺得它沒什麼 是 對 它反而是溺斃事件最多的 接下來我們要請教的 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你好 對 今天要講 有一個就是特種部隊 其實它在出事的地方 也是一個很平靜的水 對 沒錯 兩棲蛙人你覺得 兩棲蛙人的泳機怎麼樣 一定是很棒的嘛 對 要不然怎麼經過海訓的捷訓呢 對不對 所以游泳那麼棒 結果我們台灣有一支兩棲部隊 那麼他們就沿著海 沿著溪流這樣去受訓 那海上過了以後 最危險的海上過了以後 溪流 溪流你一定會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嘛 對不對 結果他們這一支部隊 就白天到了溪流旁邊 紮營了以後 隔天起來清點人數 有一個人不見了 有一個人不見了 那其實奇怪 就去找 找了以後呢 竟然在看起來 是非常平靜的溪流裡面呢 這一位兩棲蛙人溺死在裡面 他們到現在都還搞不清楚 為什麼他會溺斃在裡面 沒有辦法解釋 你的勇技這麼好 為什麼會溺斃在這個地方 其實有更多的 包括求生教官 跟水上訓練教官 也曾經在溪流裡面溺斃 尤其是在訓練 其他的種子教官的時候 他們為什麼會溺斃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一個不小心在橫渡的時候 他 走了以後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讓他漂浮 可以幹什麼 最怕遇到一種東西 溪流裡面有一種東西叫做 奪命石 所以雖然我們有戴安全帽對不對 遇到奪命石你看 溪流的速度 當你衝到奪命石以後 石頭一撞到 棒以後你就昏迷了 昏迷以後你就溺斃了 人如果昏迷的話 你連自己呼吸的蜜都沒有 你就溺斃了 然後其實這些溺斃的故事裡面 我覺得讓人家最惋惜 也是最特殊的一個 一件溺斃事件 發生在今年的六月 我們剛剛講的是海邊 溪流 河裡 這一件是空中溺斃 是空中溺斃 剛剛有講到溯溪 對不對 對 今年六月的時候發生的 這一起空中溺斃事件 他是兩位合格的教官 帶著他們去溯溪 溯溪了以後 教官先上去了 繩子丟下來 那你就要攀繩 然後想辦法溯溪 瀑布 台灣的瀑布 通常從兩公尺到十公尺不等 結果沒想到 沒想到在這一關裡面 女學員她上去了 大概三公尺左右 她上不去了 她沒辦法上去 那問題就來了 她卡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那個瀑布非常急 那你上不去 那上面的人想辦法 要把你拉上來 也沒有這個能力 也拉不起來 好 要下去 結果沒想到 想辦法讓你下去的時候 她倒栽衝 倒栽衝了以後 糟了 為什麼 因為想讓你下去 我也沒有辦法 把繩子給切掉 切掉以後倒栽衝 你的頭一定撞到下面的石頭 那她非死不可 那怎麼辦 她在那個地方水一直下來 然後整個的力氣放進 你就看到一個女學員在那邊 所以這一位無性的 這位溯溪教官 他們有兩位都是姓吳的教官 其中這一位 她很急 趕快要救她 所以她攀繩子下來 她想用她的力量 想辦法要把她扶正 想辦法 比如說上不去我也讓你下來 我覺得最難過的是 這位溯溪教官 她的體格非常好 她擁有非常豐富的 這個水上救生的能力就對了 結果她十分鐘而已 她也體力放進了 兩個人就掛在瀑布的下面 你知道嗎 當她體力放進的時候 瀑布的水不斷的往上衝衝衝衝衝 那是什麼場景你知道嗎 她就在空中 水就灌進她的鼻孔裡面 她就因為這樣溺斃了 所以後來是另外一位教官 上面的人把它整個切斷 全部掉下來 掉下來以後再想辦法救 可是這個時候 無性教官她就已經往生了 急救無效了 接下來我們要問蘇小姐 就是到水邊我們就是 怎麼講 要注意一些什麼事項 才能保自己的小命 不論你到是海邊呢 峻溝 河流呢 請你注意它有沒有警示標語 如果它有警示標語 無論是什麼樣的標語 它請你不要靠近 你絕對不要白沫去靠近 下水去玩 那如果說悲劇發生了 那我們發現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有防逆五招 防逆五招 第一招 第一就是叫 趕快大聲呼救 是 對 那旁邊的人 也趕快可以趕快幫她叫 就是可以 叫人來救 對 那第二叫呢趕快打119 那是一定的 對 那三呢就是 拋東西給她 生拋鹽 對 像我這邊就有道具 對 這是一般 大家可以在那個 軍用品店 或是運動用品店 可以買得到的 或者是那種什麼露營用品店 對 那它的用法呢 就是很簡單 當你看到有人落水的時候 這是有兩個環 是 這個環是要丟給她抓的 這個是裡面有一個浮板 它是有浮力的 那這個環呢 記住我們一定要套在左手 是 因為你要用右手丟 對 除非你是左撇子 是 那就倒過來 那我們要丟出去的時候呢 請你先 抓住 對 先把它打開一點 打開 然後你可以比如說是 得 拖到之後我就趕快拉 拉回來 那如果說它太遠 你可以請旁邊的人 來 一樣是左手 對 那我可以增加長度 就再過去一點 再丟 再丟 對 對 就是要變成 對 但是希望 就是說各位 就是當你不是專業人員的時候 你遇到浮水 請你不要跳下去揪 對 對 因為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出事 都是一個溺水 然後其實 為什麼兩三個都出事 就是因為 我水性好 我下去救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溺水的人是沒有理智的 他的力量特別大 他可能會拖你下水 甚至於會攻擊到你 對不對 來 這是第二題 再來 還有什麼方法 像我們這邊看到 魚雷浮雕 好用 對 一般我們就是落水的時候 這個嗎 對 我們注意看到 他這裡其實是 他有個勾環 然後他也有個這個 一般浙軒員 他看到有人溺水 他是直接揹著 衝出去就開始游 就去救他 那比如說 溺水的是 我旁邊車位 好 是我 對 我游過去之後 我馬上 算了 算了 不要讓他救一下 我馬上拉 不要在他的正面 對 不要在我的正面 對 就先丟給你 我就抓了這個 先讓你抓 對 先讓你抓 對 你千萬不要自己 對 你千萬不要自己過去 會連你都被抓住 會被他壓下水 對 你告訴他說 抓住這個 來 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 好 好 放鬆 好 把你的雙手 放在這個浮板上面 來 浮板上面 真的 好 放好 好 我現在要幫你固定起來 把我固定起來 把我固定起來 取角度 來 看到這個扣環 它這個是活動的 扣環 活動的 好 好 我現在要幫你固定囉 好 這邊有一個圈圈 這邊有一個揪身圈 對 我就可以 就是 還...好 你抱好 抱好 對 我現在要救你回岸邊囉 然後我就一邊拉著 好 叫 不要... 對啊 我懂了 對 就是這樣 對 越浮板很好用 我平常用越浮板 就像這樣綁著 我自己在那邊 它不會這樣子鼓起來 然後變這樣嗎 你會控制自己身體 對 你有沒有想說 有些救生衣 這個下面沒有穿 它會怎麼這樣起來 對 對 好 這是越浮板好用 再來呢 那我們一般就是 這個其實外面都買得到的救生衣 對 簡易救生衣 對...麻煩 非常輕便 很好戴 麻煩那些釣魚的 對 釣魚的釣魚我們麻煩穿一下 這個救生圈 大家注意 它是需要 它還清醒的時候 你才可以丟給它 是 對 清醒的時候 不清醒的話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這些方式 對 你一定要用 那這個是防滑鞋 就是你如果要去溯溪 一定要穿的配備 或是膠質上面 對 其實萬一如果沒有救生員 也沒有那麼多東西的話 那萬一真的發生這個溺斃的時候 切記 不要第一時間自己就衝進去 那個很危險 太危險 因為台灣地區 因為這樣去救人溺斃 甚至於淹水的人溺水的沒事 救人的人溺斃的案件非常的多 這時候就要想辦法 看旁邊有沒有什麼棍子 樹枝 繩子 給他 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東西 我們通常到郊外烤肉幹什麼 也會帶 叫做寶特瓶 對 寶特瓶也可以把它綁在一起 對不對 丟給它 讓它暫時有一個東西可以依附 對 還有塑膠袋 塑膠袋很好用 直接把它 用個空氣綁起來 對 它就會有個福利了 對 聽完這些救災常識 接著我們來看看 究竟哪些星座的朋友 近期會卡水關呢 十二星座有九個輕鬆 三個不輕鬆 不是 卡水關有什麼好輕鬆的 對 卡水關有三個 三個不輕鬆 四團季的機會 那今年下半年的星座 其實人禍不多 人為的因素不多 但是天災很多 那是今年的星座 我們來看卡水關的星座 前三名 我們來看第三名 獅子 獅子 尤其愛玩 愛玩水的 愛玩水的 太黑了 我們來看一看原因 好 天后決定運氣 所以呢 獅子座要特別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避開 陰雨天 是 那以星象來說 獅子座呢 這下半年實際上 到秋來之前 那其實在玩的時候 都要特別注意 陰天 雨天 天氣不好的時候 不要去玩水 那是一定的 對 這是獅子座的朋友 特別要注意的 是 好 那我們再看第二名 摩羯座 剛剛是火象的獅子 那現在是土象的摩羯座 你第二名喔 笑我 第二名 那我考執照幹嘛 第二名 我們要看摩羯座的原因 海上遠行有害 什麼呢 其實玩水啊 去游泳啊 或什麼 不能船錢 當搭船的時候 或是搭船呢 特別是船 是遠行的 在那種遠洋的 這種過程之中 對摩羯座來說 遠行不利 玩水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水瓶 水瓶 有人中了 有人中了 其實我們要解釋一下 水瓶 其實星座中 凡是跟水有關的 水性通常都不錯 水瓶座啊 水性是數一數二的 可是為什麼會跟水關有關係 玩水一點 宜勝選 大家特別注意一點就好 警示標語 當然是一個選擇 不過重點是在 你看人煙稀少的地方 管他安不安全 都少去玩 這個講得更好 為什麼 因為你水性好嘛 你就會 那麼多人 我一定要找一個 沒有人的地方去 展現自己的勇技 這時候就容易出事 是 那這也是要 卡水關注意的前在命 是 卡了那麼多人 對 這個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這個 告訴你是提醒你 不是 你一定會發生 就是說 就自己要有一個 這個 心裡面有一個準備 就是 稍微危險的地方 我們稍微冷 小心一點 冷靜一點 可能就會避過這個關卡 好不好 楊子傑出外局捕魚 結果 導航無限電失效 你差點沒回來 所以就是在講這個 因為他說坐船 好可惜喔 沒有 我那個是在二瓜多 然後就是 剛好那個時候 智利大地震嘛 所以他發布海嘯警報 然後我們要去抓那個 大八城 而且是都跟政府講好了 所以他們還有派 因為那附近的海域有海盜 所以他們會有派軍官一起 那我們就兩艘那種 遊艇一起出去 然後我們這一船 就是攝影團隊加一個軍官 然後另一船就是漁夫加軍官 我們兩艘一起出去 因為怕一艘其實有危險這樣 然後我們出去之前 因為我們出去的那個地方 是一個小港口 它沒有燈塔 它就只有一個聖母瑪利亞像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看到聖母瑪利亞像 我就想說 攝影師我們來拍一下 我們台灣是拜媽祖 這邊是拜聖母瑪利亞 來 愛家子姐 我就說 不好意思我們節目來這邊 拍攝留節目 然後希望可以保留我們平安 先打招呼 對 先打招呼 我們就出去了 結果出去以後 真的海照警報 你就真的不要出去 那個浪高到 就是比燈海再高一點的位置 就這樣打過來 打過來的時候 我們整個船要翻 然後另外一邊浪再打過來 我們才沒有翻 就是這種狀態 結果 因為我們一直這樣子 風浪很大很大 我們幾乎沒有在看 結果沒想到 我們另外一艘船已經跟我們完全失聯 它已經沒有在我們旁邊 沒有在我們附近 它先回去了 這個 真的是我們很生氣的是 真的給我先回去了 當然 然後我們完全我們的 雷達也失效 我們的衛星電話也打不出去 我們想說 死定了 然後那個時候 船長就看到 那邊有燈 就是很大的 我們想說應該是大船 因為那附近會有那種郵輪 去補遠洋的那一種 我們就想說盡量去靠那個大船 裡面 我們就一直跑 一直跑 快要靠近 為什麼一直到不了 而且我們看不到那個船的形 結果突然 大概開了快二十分鐘吧 差不多二十分鐘左右 突然那個燈 砰 沒了 我們要死定了 死定 因為真的所有電話 所有東西全部都失效 結果在那個燈熄滅的瞬間 海岸線出來 就是我們出來的那個港 然後 那個燈亮的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聖母瑪利亞像的地方 而且那個聖母瑪利亞像是個石像 它不可能會有任何反光體 或發光體 對 救了一命 救了一命 真的是救一命 我覺得是有打招呼 真的有差 接下來要請到謝老師 謝老師 謝老師 我跟你講 我們兩個都一樣 陰天別玩水 是 臭壯 那晴天可以救我 晴天可以 好不好 您說有些名字或生日的人 最好不要去大爆棋 其實這只是 我認為 這可能是一個巧合 不然我現在找出來 搶出來以後 這些名字的人都不能去 當然是巧合 對 但是呢 就是有那麼奇怪 是 對 我想呢 剛剛瑞德哥也提到 大爆棋其實是一個危險的系列 是 每一年都會 都會洗得不少人 這一二十年來 有兩三百人死在那個地方 密閉在那個地方 最主要是在六年前 曾經有一個 同年 同月 同日生的人 而且同名的人 六年前剛好兩個人 這同年 同月 同日 又同名 叫林伯宏 那不是說以後林伯宏的人 都不能去那裡 也不是這個意思 對 這個不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一個巧合 那再經過兩年 因為那個溪流就是每一段 都有時候都會發生一些 溺斃的事情 又有兩個呢 同一天 溺斃的呢 都叫秀麗的 然後再隔三年呢 七月七號 又有兩個男的 也是不認識的 同時呢 同一天在那個地方溺斃 叫俊賢的 俊賢的 所以呢 其實我們以科學來講的話 最主要是那個地方 很危險的一個溪流 可是呢 風景很好 很多人喜歡去玩 那所以呢 因為人多了 所以很多的巧合 名字會一樣 但是基本上呢 因為夏天也到了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提醒 對 那個地方 因為這個事情就是 第一個它是一個高出市率的地方 對 第二個就是人又太多去了 對 因為離台北市又近 對 所以說這個巧合很容易發生 一天之內 曾經一天之內 淹死了溺斃13個人 最多 最多 一天啊 一天13個人 天啊 他有14段 那周錫瑋那時候 當台北縣長的時候 有一點乾脆全部封起來 大冒溪不准 你知道嗎 後來有14個地方不准 那個地方其實是很風光明媚的一個地方 可是它有很多的眩 尤其是一個橋下 跳下來有個大石頭 那叫做蝦仔蚊 為什麼叫做蝦仔蚊 因為它是個大石頭嘛 那你跳下來 從上面看起來 那個下面應該很深嘛 你一跳下去了以後呢 下面是眩的 眩了以後呢 那個大石頭的下面有洞 它把它吸進去 是 為什麼那個跳下來的年輕人 會卡 例如它吸進去以後卡住了 我跟你講 三分鐘就要你的命 現在又講大爆溪 大爆溪 看到有人在招手 是 大爆溪邊招手的好兄弟 到底有多少人 廣告後告訴你 是 不是我看到 不是你喔 那我就放心了 看一下 二十幾年前 我去採訪的實際經驗 就在剛剛瑞德講的 那個蝦仔蚊 那個蝦仔蚊 那個蝦仔蚊上面 叫做醒星橋 醒啊 就是覺醒的醒 心臟的心 醒星橋 為什麼叫蝦仔蚊 就是因為呢 其實比較年長的人 到那邊其實都知道 這種是有危險性的 就是那種十幾歲的小毛頭 搞蝦仔蚊 去那邊 跳 一個跳就砰砰砰砰 下去呢 就這樣 那就是剛剛講的 蝦仔蚊 就下去 所以叫蝦仔蚊 所以醒星橋 到現在 當地的居民 他們有時候深夜半夜 你都可以聽到 橋上橋頭 有人在那邊哭 沒有看到人 聽到那邊有哭聲 死了太多人 二十幾年前 我呢 去那邊採訪 一個呢 溺斃的事情 可是呢 我去採訪的時候呢 他們同學啊 在那邊的時候呢 我訪問到他們 原來 隔天 前幾天 就已經每一天 都在大報熙玩 大報熙有很多的地方 什麼樂樂谷啦 什麼綜藝 什麼那個綜藝礦坑 喜新橋 什麼金龍橋 金敏橋什麼樣 很多對不對 他們這一票呢 是個中挫生 大概呢 有大概呢 三四輛的摩托車 什麼車子摩托車是什麼 中挫生嘛 那我有一輛摩托車 我就載瑞德 你一樣你就載小康 我們就 這一群人呢 就八個人呢 就是固定的 固定咖 每天在那邊玩 就沿著大報熙玩 有一天呢 他們先到了樂樂谷 去樂樂谷玩的時候呢 就玩完 玩到天黑了 玩到天黑要走人 走人的時候呢 我就取一個化名好了 叫阿明 阿明 我們七八個人 然後就走 阿明走在最後面一個 但是走到最後面一個時候 他說 怎麼... 什麼西... 我們都走了啊 西邊怎麼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個小孩子 在跟他招手 他就說 欸 對的 看到幾個人 還在跟我們招手 對的一看 哪有人啊 對不對 就是 然後就繼續走 因為天都黑了 就看到一個隱約的人 那阿明呢 突然間呢 拼拼拼拼拼拼從後面的 我本來... 本來走最後一個 往前面跑 超過他們 因為什麼 他們上去是有... 是有一些那種路的 他們跳跳跳跳跑 然後呢 他說你幹嘛跑那麼快 然後跑第七個 當然變成最後一個 他也緊張啦 跑 但是呢 阿明在跑到前面的時候 拼拼拼拼就... 就摔倒了 被...不知道是被樹 還是被什麼呢 扳倒了 就被摔得狗吃屎這樣子 然後大家說 大家因為 已經天黑了 就慌張 就上來 你們怎樣 沒有怎樣 我真的有看到那個小孩子 一直在跟我們招手 好啦...別講了 大家就...就不講了 摩托車就騎了走了 走了 那今天回到... 大家各自回家睡覺 隔天呢又來了 大家又來找阿明了 阿明說 我... 我今天就不要去了吧 我今天實在是... 實在是不能下水 他說你今天到底怎麼了 他說我... 昨天晚上一直做惡夢 我一直夢見有一個人在拉我 然後他就把那個腳 拿...大家看 昨天摔的那個地方 就一間五千 就腫起來 他說 他是講真的 不是講假的 好... 那你負責烤肉 今天你都不要下水 你負責烤肉就好了 那其他人 我出去...去玩啊 玩啊誰啊 在那邊烤肉... 烤到呢 肉都烤完了 也差不多 天黑大家吃得差不多了 那收拾收拾吧 要回家了 這個時候阿明說 我烤肉的人 我手來洗洗 油膩膩的 他就走到西邊去洗 去洗的時候呢 而且呢 站在那種呢 就要不到 就在膝蓋左右的這種深度 就站到那邊 就邊洗 突然間 哎唷 瑞德 這隻魚很大隻 這樣子 就跟岸邊的... 哎...這隻魚很大隻 撻起來了 撻起來了 後來烤了 還有... 我們吃吃看好不好吃 這樣子 他就... 撞著 撓了 撈下去 撲出... 撲一個... 沒有站穩 滑倒了 然後到這邊... 安上承就在笑 他怎麼這麼很淺 這麼笨 看他... 噢... 怎麼還不起來 大家都說 豪爛 你嫁 那邊就那麼淺 幹嘛 起來... 阿民起來了啦 我們要回去了 還不起來 那石頭拿起來就丟了 大家幾個人就丟 你有沒有 拼凌碰碰碰丟 還不起來 我們去看看好了 去看 阿民不見了 啊... 不見了 大家眼睜睜看的那個地方 大家都... 他就在這邊 不見了 來 分頭 去找 六七個人大家找 找不到 當場就找不到 然後怎麼辦 報警了 報警的時候 警察來的時候天都快黑了 已經都天黑了 開始收救 收不到 今天那天晚上 完全就是找不到 阿民的蹤跡 消失了 一直到隔天 天一亮繼續收 天一亮收 收的時候 他的家人來了就開始拜拜 說你怎麼亂有 那記者我們也收到通知 就去 去的時候 在現場我們就開始 在還沒有 在收救過程裡面 我們就問他們的同學 你什麼情況 他才告訴我說 他們從昨天 就是有這樣一個情形 今天來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這裡有這麼大的魚 當場幾個 比較有經驗的說 這個地方會有這麼大的魚嗎 大胞蟲有這麼大的魚嗎 沒有啊 他說阿民比他很誇張 他說沒有 他說這麼大的魚 明明這是什麼 是不是 是不是水櫃 把它撞在就對了 有這麼大的魚嗎 沒有 所以後來 家族一直拜 講 然後就說 就找到了 找到了 是什麼呢 他呢 在錢在底下 他的腳 被一段麻繩 給綁住了 給纏住了 給纏住了 那個麻繩呢 還被他們當地人講說 這個好像就跟那個 綜藝礦坑那邊 早年在用的那一種 粗麻繩有沒有 很像 對 就很像 因為那種地方 現代人不會再去用那種麻繩 所以打撈起來的時候 他的臉 就是那種好像看到東西 很驚恐的那種臉 嚇到的那種臉 掛了 他不過就是去洗個手 就看到一個這麼大的魚 一抓就沒有了 小心 那個施小姐 您有一點靈異體質 是的 所以說你就成為 尋找大理的雷達 這種雷達還是 要不要傳承下去好了 這個也太厲害了 就是在今年的五月而已 那那一天早上 我們是大概七八點 就接受通報說 石岡水壩 在我們台中的石岡水壩 監設器 監設器 在監控那個石岡水壩的那個監設器 有照到一個白衣人 跳下去了 十三號閘門跳下去了 那我們就趕快通報 所有的警消 益消 有潛水執照的 全部的分隊 都一起來進行搜救 還有民間救援團體 就跟學弟 學妹 我們就就是著裝的時候 我就聽到一個聲音 你不是 然後我就轉過去看 我就問我學弟 學妹 你們說什麼 我說 學弟 學妹就說 姐姐 我們沒有講話 然後我就 再看一次 妳不要再看我 好發抖 妳一直看我幹嘛 就聽到一個聲音 是女生的聲音 妳不是 然後我就馬上 默默地走去找我們上級 因為她知道 我有點靈異體質 我就問她 是男生還是女生 她就跟我說 女生 然後她大概也知道 妳的反應 我就請我們的潛水主 跟著我 救生艇下去 然後因為我已經看到 一團白影 對 她一直在推我 她一直在推我 妳都穿好裝備 妳怎麼還不下去 一直在推 那好吧 我就請我們潛水主 跟著我一起坐船下去 那就跟著那一團白影 跟著她走 然後其他的學長 學姐 就說 學妹 這邊13號雜滿 已經找過了 我說有 一定有 一定有 那好 我們潛水人員下去 那天水位不高 兩三米 兩三米而已 潛下去之後 嗶嗶 找到了 吹哨子了 嗶嗶 找到了 然後 可是 報告拉不上來 因為她的腳 一樣卡在那個閘門 卡住了 那我們只好 也沒辦法 一定要把大體拉上來 那個白影 慢慢慢慢地 清晰在我旁邊 就是她看著她的大體 被拉上來 拉上來之後 就是任務終了 那一團白影就 顯現女生的樣子 就慢慢地消失了 憲哥 不過妳是在坐扇子 對啊 公德 她的公德 好了 恐怖塔羅占譜 恐怖邪惡的安格斯來了 來 今天要沾的是什麼 其實我自己收集了 五十幾副塔羅 那塔羅的功用 並不是在每一副 它的名字都相同 而是在它的畫 上面的東西不同 而適合做不同的測驗 像這副牌就是標準 預測災難用的 那我們來做一個選擇 然後請大家可能做個選擇 還有電視機觀眾朋友 來 楊子儀你選幾號 選擇一個你想要的圖案 3號 3號 喔 好 我選這個 2號 2號 1號 1號 老師 4號 OK 好 這個是測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是測你一個月之內 被水鬼拉走的幾年 這次 哇 你好 3號 楊子儀3號 3號最後獎 對啦 3號最後獎 我們來看如果是選擇4號的朋友 4 謝老師 4號 謝老師 來 9 站 4座沒事 4座沒事 因為我旁邊會很多人 因為我跟著我保護我 是 如果你去玩水 去接觸水 被拉走指數只有一顆心 為什麼 放心去 它沒有任何徵兆可言 這是一張非常安全的 問題是這張牌到底是什麼樣的 那個什麼 圖片是一個什麼 4號戰車 這張牌叫戰車 那它在這個鬼魂 Ghost Tarot 就是鬼魂的塔羅牌之中 它是一個有四 它是一個精神力量已經分散出 像數字一樣 什麼東西都抓得住 的一個力量強大的鬼魂牌 是 所以呢 這也代表我們說放心去玩 它沒有任何徵兆可言 沒有拉得走你的東西 對 我們可以這麼說 那可不一定喔 不要亂挑戰 還是去安全的地方好不好 對 就去安全的地方 你可以放心去玩 對 那我們來公布第一張牌 第一張 從一開始 是的 四星 這張牌 聖杯王牌 那這是一個鬼魂的女神 其實她代表的意義 是一個中古的伯爵夫人 每天思念她的丈夫 那她每天回到城堡來看她 彭德良朵這個紅玫瑰 那我們來看這張牌為什麼呢 不移去海邊 不移去海邊 這張牌非常簡單 城堡 室內 然後她一直守在裡面不動 也就是代表說 其實留在室內的鬼魂 是比較適宜的 這張牌的意義是這樣 所以這張牌呢 也意味著就是 如果基本上少接觸海邊 沒關係 現在都是室內用池 少去玩 現在都是室內用池 也可以玩室內的游泳池 戶外就不太好 那西邊咧 其實西河或是海 它是同類型的東西 只要是戶外都不標 就是比較接近大自然的水 是海邊不是該邊嗎 是比較不適宜 那是改邊 那是不一樣 該邊一樣不一樣 戒邊 好 那我們來看 如果是選擇第二張牌的朋友 唉唷 唉唷 五顆星 我覺得我應該還滿安全的吧 其實喔 這張牌呢 它代表的意思是殺戮 劍型 真多 五顆星 那這張牌呢 它是一個 它其實是代表一張衝突的牌 那為什麼 它拉走指數有五顆星 找去樂園去樂園 哪一種樂園 因為水上樂園非常多嘛 大家消暑去嘛 人很多 也有很多的機器在運作 那選擇這張牌的朋友 比較不宜接觸這種樂園類的 去玩水 那你就請去海邊 那你請去海邊 你去樂園 你去樂園 我去樂園 那都是水浮作 它不能去人少的地方 對 不能去人少的地方 那就游泳池嘛 去很多人的海邊 對 去很多人的海邊 很多人的游泳池也可以 那我們來看最後 子儀選擇了嗎 選擇第三張塔羅牌的觀眾朋友 你被拉走的指數 到底會是多少呢 對 三 四 四 OK 安全的 兩顆 好 那這張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其實呢 大家也許看得不是很清楚 上面有很多的骷髏 在我們下看 真的假的 對 其實有 在看著一個在逃跑的巫師 那這張牌呢 其實它一意是力量 其實這張牌的名稱叫力量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的意思 什麼叫養豬什麼力量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如果你就算有再高超的勇氣跟水性 如果沒有足夠的體力或精神 一樣會有危險 那這張牌要注意的 它就不能放心去玩了 大家要注意的 也就是養豬體力在下水了 那保持充沛的體力 基本上就是可以安全過關的一張牌 是 了解 以上就是提醒各位 就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不管你有沒有被提醒到 我覺得去玩水 還是真的安全第一 注意 當那邊有立牌子說水生危險 或叫你不要下水的時候 那個不是政府太多錢去做的 那是一定有原因的 好不好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